你們這些淫亂的人 豈不知與世俗為有就是與神為敵 所以凡想與世俗為有就是與神為敵 就是靠世界與世界做朋友 我們與世人做朋友 世上有很多是神做的 我們欣賞 但是我們不是以世界為念 我們的盼望不是在世界 盼望在世界就是世界價值觀 事實上我們個個都有世界價值觀 不過我們能處理到多少 這句說話真的很特別 約翰初為耶穌施洗 怎知道後來耶穌施洗的人更多 其實不是耶穌施洗 耶穌的門徒施洗 約翰聽到時 他一點都沒有不喜歡 他說他必興旺 我必須未 這真是極度神的價值觀 就是他放下自己 他必興旺 我必須未 不要緊的 我須未不要緊的 這就是放下我們的自我 但是我們人呢 這真是很難受到的 如果我們做的事不成功 我們會很擔心 我們會很負面 很害怕 我們能否說 神啊你一定祝福我 只要我聽你的話 就像我說到我去到外國的時候 沒有經濟的時候 我就在心裏面 就是我一直說 神啊 就是我心裏面是有一種重擔的 我說 神啊你一定會開路 一定會開路 我都時時讚美神 多謝神有喜樂 我多謝天父 但是呢 這些擔心又來 但是神一次一次幫助我 這個呢 就是教我學習 去全心依靠 我相信大家都有銀行戶口 到有一天 任何人 如果你的銀行戶口的錢要用 或者錢要買東西 都是要受這個受孕的時候 所有的錢全部都沒有了 只有唯一一樣東西就是 我依靠神 神去供應我給我食物 這個時候你會不會絕望呢 我無論如何都依靠神 沒有錢買東西吃 我餓死就餓死 如果神給我生命 因為大災難的基徒 不會全部死掉的 神是會保持我們的生命 而我在那裏發了一個文件 聖經是很清楚說到 我們被提的是大災難 之後耶穌回來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那個文件 我很清楚釋經的 所以這個的心態就是 我榮耀你 我總是告訴別人神多好 但是事實上呢 我相信大家都會看到很多事工 很多事都是會誇耀那個領袖 有時候人們依賴那個領袖 也都那個領袖是 很體重那個事工的成功 而不是說我做神的功 神一定會照顧的 這件事真是很難 在任何的困難 就是任何的環境 當它事工不好的時候 它都是很困難的 而當我建基在世界價值觀的時候 自我形象是不會穩定的 因為當我們靠世界就會經常 啊 怎麼辦呢 神啊 怎麼辦呢 怎樣有出路呢 我們就會有這些的擔心 OK 那麼我在這裡 我沒有寫到一些世界價值觀 我現在講一些世界價值觀 其中一些世界價值觀是什麼呢 南大當婚 女大當嫁 當然有些人呢 在香港比較好一點的 我聽過在大陸的人呢 他們很難頂的 因為呢 他們的親戚全部都會問的 你結婚了沒有啊 那他們會很大壓力 總是覺得一定要結婚 香港人呢 不結婚的比例很高 不過呢 總是會有些不舒服的 總是會有些不舒服 當人提起的時候 或者自己想起的時候 總是有些不舒服 那這個就是說 好像我的價值是建基於 我能不能夠結婚 但是如果我們說 神啊 我的心在你那裡 結不結婚不要緊 我可以有幸福的婚姻 或者有幸福的單身都不要緊 那時候我曾經去宣教的時候 有一個女的牧師 她是單身的 她很敏感 當我說到蒙福的單身 她就說 經常都說單身 她不喜歡聽到 她不喜歡聽到 雖然她是單身 她不喜歡得到這句話 但是這是事實來的 是真的很多人會單身 但是不要緊的 我們有自由的 我們可以更多自由 因為結婚之後 你要照顧子女 要照顧配偶 請你不需要再問我 其實這個勇氣 我希望大家有時可以這樣做 這件事 我都沒有想著結婚 除了神為我預備 那你不用再問我了 你催我 我不會快些結婚的 這也是一個勇氣 就是我不受人影響 但是我又不用衝撞他 我只是說 我不需要好像跟著這件事 其他的價值觀當然很重要 錢 成功 帥仔 給別人稱讚 就算牧師傳道 組長都是 那些組員 每個人都說 你真是厲害 你真是好 你做組長我很喜歡 那個組長我不喜歡 我喜歡跟著你 你最好 我們真是很開心 但有一天 有人說 我現在都不喜歡你做組長 我們就很受傷害 覺得不被需要 這也是我們能夠接受 有時我們做不到的 你可以坦白地跟他說 我都是人來的 我都想盡力做得更好 你可以告訴我 如何做得更好 我都會受影響 不過我都在學習 不要受影響 雖然你說 我不是最好的組長 我都在學習 如何做得更好 不如你幫一下我 你幫到我 我會很開心 這些就是可以看破這件事 我不用聰明給你看 我不聰明也好 我歡迎你給我意見 你可以幫我 我需要你幫我 你幫我 我們更加做得更好 我都希望大家有這個心 其實我很多時候 我去侍奉 我都帶了一些訓練的團隊 我都跟他說 我希望將來你們會被提升 被神使用 各樣方面都能夠發揮 不只是我做 是你們都做到 我都希望這裡更多人 能夠做到 將來分享輕鬆德性 那些人聽完都很輕鬆 每一個人都很開心 阿拉雷 感謝耶穌 很輕鬆的 那也都能夠為人祈禱 經歷聖靈 帶領聚會 帶領聚會 祈禱 那些人都可以經歷聖靈 那這些都是 我希望大家 這個心裡面有神 我想整個生命 輕鬆的 在你裡面 不是人的成功 我亦都試過 帶領聚會 團契那時候在外國 因為他們外國的情況就是這樣 地很大 所以那些人一到達升大學 走光 那這個團契很少人 我還記得 初初很多人 後來有四個人 那我就 不是每個星期一起的 有時多些 有時少些 但是我自己就跟自己說 不要緊要 四個人就 讓他四個人來到 都得到經歷 得到開心 但是那時候不同現在 現在 那些人來到 都會得力多很多 那時候 未曾去到這個位 但是我都告訴自己 四個人來到也好 都能夠開心 就是我調教我的價值觀 少人一點也不要緊 大家想想 你的價值觀有些什麼 是依靠這個世界 依靠成功 依靠自己多受歡迎 而我們 神的價值觀是什麼呢 聖經講完 我將生命獻上給神 聽完神的話 做神吩咐 神就喜悅了 神就會大大提升 神就會大大祝福 那這個就是一個 神的價值觀 我放下一切是最好的 我希望大家 從價值觀改變 好 靠主聖的罪 這個也是個 rage oui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